一個月前的那一場暴雨 令到這一座在洪水泡淨了一個星期的小城 不斷衝上熱手 從北京出發來到瀑州 空氣開始變得混濁 沿途有很多地方都在施工 街道兩邊還有少量積水和淤泥 根據河北保定公佈的數據 截至8月5日的12時 全市110.69萬人受災 累計報告有10個人因災而死亡 18個人失蹤 此後官方沒有再公佈相關的數據 距離大石橋村不夠2公里的大住家村 是當時受災最嚴重的村之一 洪災發生後 整條村處於失聯的狀態 而在今日 村的內部道路依然不通 村頭兩邊的樹木叢中還有大量積水 農田被沖擦成一片片的泥灘 而位於德州開發區陽光大街28號的 中途網倉處中心在暴雨發生後 曾經多次衝上熱手 至今400多萬冊被洪水浸泡過的書籍 已經基本被清空 在離地三位左右的書架上 依然堆滿了完好的書籍 地面角落堆放著還未來得及清理 被淤泥包裹著的各類書籍 在這裏的書籍中心在暴雨發生後 在這裏的書籍中心在暴雨發生後 在這裏的書籍中心在暴雨發生後